好,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融成业化 这两天,就三例的很多问题,从很多渠道反馈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信息,今天我是借昨天豪哥和这个傅老师相聚以及今天傅老师中午闲聊所透露出来的他们的那种格局和凶劲 我对这两天收到的一些问题,产生的一些想法 前期也有很多人问过一个问题 用私信的方法以咨询的口吻,以这个咨询的口吻,以这个叫做期盼的口吻,还有一些就是带有一定情绪的口吻 大意,用不同的方式就是表述为什么我就不再这个发言,不再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我把这个 一段这个 述书的 与我们现在PT人相关的一些这个语句摘录了以后放在三例和成都这个社团里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转出去了啊 居然有人 以这一段话 对我发起了这个攻击和截然啊 甚至还有人这个 以无知为荣啊 以不知为傲 这个在网络上开始这个批判啊 说我是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明明知道他不懂古文,为什么还要用古文来这个写这个帖子 我记得这个帖子后面我是附了他的出处的啊 是从数书里面出来的 既然你可以在网络上发帖 至少说明你识字啊 既然你识字 说明你上过学 我突然想起傅老师 在有一次的这个 呃,他的闲聊里面讲到一个问题 这个 你既然上过学读过书 你上学的时候干嘛去了 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的 以自己不懂 为截然别人的这个理由 真的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啊 无知是光荣吗 不学是骄傲吗 我白思不得其解啊 居然有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的事 嗯 有点花天下之大吉啊 嗯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在 这个 呃,PT的微信群里面 发生的原因 原因在哪呢 那就是 话不投机 很难讲啊 我们不叫半句多 叫很难讲 呃 嗯 在北京那个朝阳公园旁边 有,以前有一个酒店 有一个酒吧 叫鸡语鸭的酒吧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 因为那我 我感觉 那个地方 因为是外国人 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 经常可能出现交流不畅的情况啊 有点鸡语鸭讲的那种 味道啊 所以有了这种氛围 你说我们把精力花在这些整天 不学无术 还不愿意 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些人身上 实在是有点浪费精力 不如多做一些 对有用的人 有用的事 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三立不愿意在微信群里面 这个讲课 而采取了在腾讯会议里面交流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 呃 起因 过程啊 字言片语断章取义 往往给一些不了解全貌的人 带去困惑 带去纠结 这就不好了 我们探讨和学习的目的 是解困啊 是解惑 我们三立经常讲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希望碰撞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讨论 因为碰撞和讨论 是学习的一种最佳的手段 是验证自己知识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前两天 前两天有人给我转过来一份 这个 某组织 呃 这个组织构架和组织这个方式的这个文件啊 呃 呃 然后 有一些这个 这个 愤愤不平啊 认为他们是在抄袭 是在这个仿造 呃 是在这个 呃 剽窃啊 其实这些都不是事啊 三立 从去年的九月 正式开始 组建 走到今天十亿年多的时间 其间 有近六百个人 啊 以各种方式 申请 加入了三立 但是 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也由于三立对共识要求的原因 也有三百来人 离开了三立 不排除 这些离开的人里边 比如说某哥啊 呃 据说对我们很有威慈啊 但是他曾经 是热血沸腾 信誓旦旦的进入山里的 啊 呃 什么原因离开我不知道 但是很感激他 实际上他推荐的很多人 非常具有和我们相同的观念 和相同的认知啊 人格有字嘛 那个在哪 不重要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能够让大家自由的来去 我们就不是搞什么秘密 我们也不需要秘密 为什么呢 三立只有三百个名额 可以容纳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体量 能够把大家 都带上 因为我们的呃 能量和我们的体制 决限了决限了我们 啊 当然 由于区块链的启发 我们在近一年的探索 摸索的过程里边 我们把 党和国家提出的互联网家啊 这个供给策改革 应用到了这个 未来的DCEP和三立构架中 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直接容量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 和所有愿意共同 为国家为民族 去奋斗的 共识者 一起为民族复兴 为国家富强 为我们党中央的这个战略决策 去共同努力 我们非常清楚 一花独放 不是村 百花齐放 村满园 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昨天 豪哥和傅老师的交流 我不知道交流的过程啊 但是我从今天 傅老师中午的语音里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坦荡 那种凶劲 那种格局 这才是DCEP推广者应该有的格局 凶劲 DCEP的推广 如果还用盘圈B圈的思维 盘圈B圈的行为 只能说 你这五百多天真是白呆了 流传出来的说法 国内推广只有三层 最多四层 那么用以前你们的所谓的 散下团 用靠 下面人 链接收益 哄抬的 收益 思维 去构架 那注定 你走不远 可蒙 未必能成 你可以这样想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做出来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三立的构架就是 我们强调 立国立民立社会 我们强调我们的每个成员都放大格局 但看明帝 家有金山不 不过十七一处 广下万千 不就一个卧榻吗 有什么好去 那纠结呢 你以天下为己任 天下 必会回归你 没有必要 这个道德经里边啊 对水 对水 有一段专门的描述 立万物而不争 这是水的特性 因为立万物而不争 所以水 所以水 称为甘露 甘泉 是生命的依托 水的品格里边 叫居善地 心善冤 与善人 言善信 这是水的特性 是老子最推崇的道之一 居善地 其他的大家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我的理解 他善于处理自己 和所处位置的关系 所以还有一个特性 叫无形 以氏以气而行之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个盆 这个水就是盆的样子 如果是个缸 它就是缸的形态 如果是一眼泉 它就是泉的形态 是一条小溪 它就是小溪的形态 是流铺 是挂铺 是蝶铺 它就是瀑布的形态 它不管是什么形态 它总能使周遭的生命 因它 而繁茂 景色因它而修美 这就是水 作为DCEP推广 如果这个重任落在我们在座的大家身上 以国家大事为己任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利益和诉求 别把自己的 别把自己的 眼前利益 看得太重 我们的豪哥在 常州会议上 把我们三里这一年多 学习的精华 公诸于众 我们没有去保守 我们也没有去保密 我们 希望 国内几十万的PT人 都能够以这样的胸进眼光和境界 去为国家的 数字货币战略 区块链战略 天砖天码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叫瓦片 瓦大家都知道 秦砖汉瓦 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叫做成就性阶段 因为 捏泥层气 而不局限于要开山P使 降低了劳作的烈度 这个解放了劳动力 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 那么瓦片呢 是四川成都一带的一句口语啊 它指的是什么呢 碎瓦 就是瓦碎了以后剩下来的那个 叫瓦片啊 很多人为什么 问我为什么以这个为道号 我告诉他们 我在提醒自己 非行非起 不过一块破瓦 尽自己的所能在桌底板凳的腿不平的时候 去垫一垫 别把自己看太高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警示啊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区块链 数字人民币 无疑 是在座诸位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大事啊 这个是仕途 不好意思有一个电话进来啊 别把自己看太重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警示啊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呃 刚才我讲了就是啊 接着刚才讲啊 就是呃 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 无疑是一个大的趋势 这一个趋势 大家通过这一年多各种方法的学习 我们都明白了 这将会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机遇 他可能会成就无数的家族 成就无数的家庭 成就无数的局部和团队 为什么呢 这是这是一次财富的转移 我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叫转移啊 转移 马云 创造了多少财富 和他拥有的财富 成比例吗 他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次财富转移 但是由于互联网初期的财富转移 比门槛相对较高 能够进入和参与的 人口量相对有限 就是获利的人口相对有限 那么大家讲的区块链 大家热爱的plus talking 对他们的共识来源于什么呢 门槛第一 我们都能够参与 我们都有参与的机会 而仅仅是 找准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可以怎么做 有人跟我讨论过 我们为什么三里不讲区块链 不讲区块链技术 这是个趋势 但是我比较反感 与一些术语 或者叫做一知半解 来作为一种商标 或者旗号 怎么讲呢 你能查币就懂区块链吗 你能够完成一个独立的架构吗 你能够完成一个独立的架构吗 你能够 以太网 比特币链 做出技术上的突破吗 好像都不能 知道了一些 俗语 了解一些态势 趋势 不等于 你就 懂区块链 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努力的在学 我努力的在了解 但仅仅是学和了解 那么我 在我们三立的团队里面 经常提出这个问题 在区块链时代 在DCEP推广的过程里面 我们 到底 站在什么位置上 我们 能做什么 我们 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 思考 去研究的问题 不排除 几十万PT人里面 有一天可能出一个天才 搞了一个 这个以太网二 那个傅老师说的那个 什么一副七八九 不排除 那个还离我们很远 至少我们三立团队 没有必要 在这一个方面 去忽悠 以前有个说法叫 这叫做拉大骑做虎皮 啊 拉大骑做虎皮 是要干什么呢 蒙着自己吓唬别人 如此而已 我们没有必要 那么我们能做的什么呢 我们都是最基层的用户 是吧 既然你是plus用户 那么你就是最底层的用户 说的难听一点 不就是跟把钱放在余额堡里边差不多吗 但是你们是优秀的 为什么说你们是优秀的呢 你们是人口数量里边百分比最小的 嗅觉 非常灵敏 眼光非常敏锐 所以 敢于突破 敢于尝试 敢为人先的一群人 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优势 三立这一年多大家都知道 三立团都跟所有的PT人一样 都在窘困 都在煎熬的里面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始终是在为DCEP的落地推广应用 和我们能在DCEP 落地推广应用的过程中 能做什么 我们始终研究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在可以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上 创始团队 勒紧裤带 以最小的资金 在开往前 突破了 三立家的 概念 我们有了自己的公道 我们有了和国外的 活牛进口渠道和链条建立 我们有了一条完整的 生产发展销售的链条的正合 我们有了在疫情完结 国门打开后 迅速于一带一路国家 把官方机构 共同营造 中国商品销售平台的 前期 前期预铺点 我们没有纠结在 大家纠结的方向上 那么我们在看什么呢 我们看的是我们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这一次的机遇和大事 给大家最大的机会 就在于 就在于你们大家最熟悉的 那个英语单词 加 加 加号 只要我们处于工薪 一切皆可 相加 用DCEP 去与一切可能相加 这就是三立的核心 有几个现在在国内到处拉 拉队伍的这个圈子的头 也是在我们三立待过的 但他们太着急了 他们以为拿到那一个协议 拿到三立的构架 就把三立的 内涵和精髓 拿到了 当然我们不保密的啊 我们三立课程里边从来不保密 我们也知道有人会来来去去 我们仍然不保密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宗旨 百花起放才是村 我们希望这几十万的plus token的用户 都能够有这样的大凶劲 大气魄 大格局 大智慧 那么我想国家选择 这一批人作为DCEP推广的新活 就正确了 民族的大义 国家的大势 不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 几个人 能够胜任的 是全民介入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影响 我们希望我们能和大家交流 在今天傅老师的这个中午语音里面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对友谊 或者已经形成的大团队的领导层 组组织一次 这个叫做探讨会 或者叫做这个交流会 或者叫做研讨会 的方式 把大家的智慧 来进行分享 来进行传递 使整个PT 和整个PT群 都来一次 突破和飞药 在DCEP落地 开网以后 大家能够更有效 更有力的 为国为民 在中国军界和学术界有一个人 企业界有一个人 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个人 一个叫金宜兰将军 一个叫任正非董事长 他们曾经有一段微信交流 是金宜兰看了这个任正非的一个会议画面以后 给任正非董事长的一个短信 他的原话这样说的 今天这个画面 华为不成为中国历史上和亚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都不行了 这是金宜兰将军的原话 而任正非的恢复 只有一句话 我曾经用过 是在去年的九月十月 除了胜利 我们无路可走 我们必须胜利 这是任正非的话 金宜兰还认为 任正非出了胜利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这个话已经超越了 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 他们两个人 一个是军事家 谋略家 战略家 一个是民营企业家 但是他们 身体力行以自己的人格 他们以自己的格局 胸襟 和眼界 在践行作为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的中国人的 战略 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 在共同为中国梦 中华民族崛起的梦 而努力 这不是 离我们很远的什么高高在上的高大上啊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他们所面临的困局 绝不会比我们少啊 只是反映在不同的方向 四川有句老话 老人讲的叫舌大 窟窿大 当你的体量和你的能力 有了一定的体量和面积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承受相应的空间 自然法则所给予你的压力 没有人能够逃避这种规律 很多人说我们三历很优秀 我们三历的老师 都能够得到很多人的热爱和尊重 那是因为他们能够自强不息 他们能够在重压下负重全行 他们敢于在困境中去砥砺 郝哥能够激情四义 他有这样的定性 有这一年多的沉添和学习 王总啊 这次在苏州会议上 大家也听到过他的分享 他也为一些团队做过分享 那是他潜心修学的结果 还有我们的CC啊 同样的 最近的在成都团队里边 每天坚持发声的 这个宇安和小丸子 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总结提高 所以他们能够脱颖 而我们三历的法人 叫林基 我们现在也不用保密了 我们三历团队的法人叫林基 为了团队的建设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任劳任远 兢兢业业 偶心力学 学历 在所有老 已经发生的老师里边 他是最高的 但是为了团队建设 他能够 不计名利 不计得失 默默奉献 这就是三历 还有很多 我们三历还有很多优秀的老师 而仅仅是 我们不愿意在大群里边 产生一些误解误会 所以我们严禁 大家在 微信群里边发声 大家有需要 都可以 向他们请教 或者探导 我们希望整个PT群 都成为 一群 有胸襟 有格局 有实际的 认知 和能力的群体 击杀成塔 泪尸成山 现在已经不是靠个人能力奋斗的时代了 我们需要 全民族的分歧 尤其是公益事业 更希望 有全民的参与 三历公益 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 三历公益 只有一个诉求 重塑民族的脊梁 尽自己 微薄之力 去弘扬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以 推广DCEP为契机 逆组建两个基金 欢迎所有 有善心 有善念 的朋友 参与 我们的基金 一个叫英雄基金 这是为了 重塑国家的脊梁 凡是国家承认的劣势在我们的基金运作以后 我们会尽我们的力 为他们养老服小 这就是这个基金 的诉求和目的 第二个 传统文化基金 只要是中华文明传承和传统的项目 我们尽我们的力 去资助 去恢复 我们三历现在 第一个传统文化项目就是 中国的传统公道 我们欢迎所有 知道我们 认可我们 愿意和我们共同 奋进的 PT家人 一起努力 众人食材火焰高 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么一个问题 不存在抄袭 也不存在 剽窃 但是呢 我们更欣赏 是格局 我们非常认可 傅老师的这种格局 正大光明的 我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来探讨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百花 齐放 存百元 好了 今天晚上 我们就把这个话题 讲到这里 下面我还是按照我们 会议的这个习惯 把这个 这个卖交还给小五子 我们三例的人 可以畅所欲言 谢谢大家